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此气道发抖 并点名 2018 年 1 月 30 日 8 点 30 分 CA 185 的工作人员该搬机为中国国际航空 从北京首都机场飞至台湾桃源机场 焦恩雪不骂表示 这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是你 没中国国际航空的忠实客户 你们一年摔坏我一个箱子 到底是想怎样 他很想骂人 但忍了下来 不过最后人讽刺中国航空 你们的服务世界第一 焦恩雪不满行李箱被摔破 港山中国航空 翻设自微博 焦恩雪不满行李箱被摔破 港山中国航空 翻设自微博 大沙海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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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